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花束就成为颁奖台上不可或缺的荣誉之花 奥运会的颁奖用花不断改进 观赏性和内涵持续充实 更是一国半奥理念的表达载体 比如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 雅典人在等待了漫长的108年后 奥运重归雅典 橄楼桂冠也再一次带到了奥运健儿的头上 登上了奥运颁奖台 这是百年奥运回归的一个体现 日本东京的奥运会 当时正是疫情下的一届奥运会 颁奖花束选用了来自日本大地震灾区后的花材 也与重建奥运的奥运班会理念相呼应 从2008年红红火火花束到2022年荣耀之花 中国人民对于奥运的期盼和祝福尽显其中 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 花会已经不只是一个观赏之物 还更多地承载着文化与历史 在世界发展的今天 花文化包含着更多的文化多样性和文明共通性信息 北京的两次奥运会的颁奖花束中都有月季的身影 福利介绍月季原产自中国 目前全球流行的现代月季中有一半中国的血统 现代月季是怎么来的呢 它身体内有一半的中国血统 我们中国的月季花有着持续开花的特性 然后西方的这个蔷薇呢 它是有这种大花芳香的特性 当这个西方的园艺学者进行嫁接融合之后 才产生了现代的既漂亮多色 有这个连续开花又芳香的现代月季品种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 月季是北京市和众多城市的市花 更是一些欧美国家的国花 在我看来 人与花之间自然和谐的相容发展 就像这个世界的相处之道 互相尊重 互补不及 在开放 合作 共赢中 让世界变得和谐 这是全人类最美的愿望 在开放 合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